各位观众五安 欢迎您收看涨跌密码 台股今天大涨340T点 收在16153点 成交量3552亿元 今天的盘式如何分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张宇明分析师 优党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毅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盘面上的观察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分析师 好 今天台股又涨了237点 台股可以说又创了历史的新高 今天来到16238 那我想在上涨的过程 很多人都看到了 但是被黑K棒吓到了 就不敢进场了 我们看一下 最近有几根的黑K棒 像这一天38 35亿 我们看这往后看 爆量收黑K 因为往前没那么大量 爆量收黑K 再看一样 爆量收黑K4300亿 所以都被这个吓到了 前几天又出现一个 一样是4300亿的一个 爆量黑K棒 这个黑K棒更强 昨天也是一个黑K棒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上涨过程里面 他看到行情来了 可是他自己被自己吓死了 用错误的量价关系 来解析这个盘势 当然就是不正确的 张爱明有跟你讲很清楚 我没跟你讲转空之前 你不用画脸 把脸画黑照镜子 装鬼吓自己 什么时候才转空 三线转空的时候 才会开始做一个大幅的挥挡 所以这个早就跟大家讲过了 什么时候会转空 就三线转空才会 所以你看看什么 以往的量价关系 量价背离 指标 这个都没有用的 你发现今年的行情 是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行情 短短8个月 可以涨价值1倍 这是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 那你做股票 很简单不要预设立场 张爱明早就跟你讲了 如果你预设景气不好 预设现在很严重 大家戴口罩就不敢买了 错失了台股60年来 最强的黄金行情 好 所以很简单 什么时候结束 三线转空 请问有转空吗 没有 连一条都没有 怎么会三线 大盘的格局 非常的漂亮 这没有任何的异样 有没有 包含电子股也是一样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三线架构都很完整 所以我跟你讲过了 你不用自己下自己 你一下 要么就买很少 要么就不敢买 要么就做很短 稍微一个震荡 那就出场了 没有赚到行情 很可惜 那我们看一下20大类股 除了大盘电子股之外 水泥对不对 不对 你把资金压在水泥 就没有钱赚了 因为这个类股 格局是不对的 这样懂意思吗 包含塑胶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高档出现 卖出讯号 你做这一段 三个月可以 现在格局不对 第一线快要转空了 包含橡胶 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上面出现 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 这格局都不对了 看懂意思吗 包含电器 你买这个族群也是 买这个类股也是 没有钱赚的 包含航运股都转弱了 所以现在最强是谁 电子股 你买别的没有用的 你买别的像买这个 你这一段很好 可是大家这里 你就没有钱赚了 就像买电器一样 这么多压力 这么多外出讯号 你买它没有用 那你要买什么 很简单 目前最强的 主流就在电子股身上 你不要买错了 虽然只有二十个类股 可是很多都搞错方向 那你怎么赚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大盘在创新高 不是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类股都创新高 没有啊 那早就转弱了 看懂吗 所以你要看得懂 二十大类股的变化 你才能够成为股市赢家 好 那我们看我说航运不对 那长龙呢 长龙当然不对 他也卖出讯号出现了 懂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在押航运 已经错了 好 在昨天我在赖里面 看到一个图 他说买航运股的我 当然不是我 这是某一个人的意思 上上周 一反风顺 到了上周 开始撞到冰山 开始往下沉 这个礼拜 已经变潜水艇了 就买错航运股的一个形容 这非常的贴切 所以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买对类股 买对个股 你才能够成为真正股市赢家 当然今天大盘创高 也不是每一档都涨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大盘这一波 7715点 到今天的263 238 那我们看从8523涨上来的 大盘涨了快一倍了 7700点 8000快了 对不对 短短八个月竟然涨了快一倍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超级的大行情 那很多人看不懂 看不懂就在旁边坐着休息 没办法 等高点到的时候再来追 追完就准备被断头 不是这样吗 股市本来就这样 那我们说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赢钱 要记得 用两个东西做基础 你没有这两个东西 你不可能赢到大钱 赢头小利当然有 但要赚大钱 没有 高档一回档 你说我赚完钱 加倍吐回去 懂吗 那用哪两个东西做基础 第一个一定要正确的操作观念 如果你认为这个行情结束了 其实在几个月前 很多人都结束 然后开始放空了 那你怎么可能赚到钱 不可能 一定被嘎了 懂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有正确的操作观念 加上正确的操作工具 来协助你 没有一个人那么厉害 台股现在2000档股票 像我前几年去到大陆去 大陆的股票 我再来说3700档 你有的股票 不要说你研究 连听都没听过 你怎么买 所以你必须用最快速方法 认识它 了解它 才可以快速下决定 这样懂意思吗 那你需要借助什么 借助一个好的操作工具 你没有一个好的操作工具 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导航一样 我们住台北 台北很熟 你去高雄 高雄还熟吗 高雄一星二星三都四围 五福六合 七弦八德 九炉十全 十条路 在中山路贯穿 因为我住过高雄我知道 那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你怎么导航 你怎么去哪里 那你当然必须配有导航来协助你 你要去哪里 你看就过去了 你也不需要认识路 不是吗 所以这个就是好的操板工具的重要性 就像跟股市一样 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就像你在做股票一样 你根本不了解这张公司 不了解这张股票 那你怎么快速做决定 那你必须借由工具的帮忙 用正确观念 正确工具才能产生正确操作 才能够得到结论赚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答案是很清楚很简单的 那你要成为股市赢家 一定要记得要操作主流股 你找不到主流股 你就不可能进入真正的财富之门 待会债民讲这股票 如果你找不到 那你的操作绝对是有危机的 这一波会不会赚到 有了就赢头小利 赚大钱绝对没有分 因为你操作不是主流股 你就赚不到大钱 将来下跌你会加倍赔回去 记得我跟你讲的话 主流股怎么选 方法很简单 就在这里 好我们举今天行情作例 今天是20211月21号 台股今天来成交值排行榜 成交量乘以成交价 真金白银砸上去了 这个叫成交值排行榜 光量不够 为什么 有的股票一张十万 有的股票一张十块钱 一张一万 那有的股票一张可能一百万 那股价一千块了 所以他们的一张的一张的 意义是不一样的 然后可能一张要抵一千张 同意是吗 所以你不能看这个一张 所以你要看什么 要看成交值 光看量不够 成交值成交量乘以成交价 成交值排行榜 真金白银在这里扎了 那我们看到最漂亮的男主角 他会亮灯给你看 哦 爱普 对不对 亮灯起来告诉你 他就是最漂亮的男主角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什么 讲这几档股票 爱普 利基 对不对 好 包含这个雅明 海韵股 长龙 那我们看看这几档股票 对的在哪里 不要以为亮灯就是对 不一定 好 那请问这个爱普 利基到底对不对 包含长龙 雅明 到底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就知道 主流股票 最强势的股票 亮灯的 就是爱普 那不用怀疑 他一定是主流 对不对 当然要再检视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 三线泛多的股票 来请看 今天是1月21号 爱普 礼拜四 工厂的涨延板 很漂亮 好 来到了683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爱普 你看这一段 其实这个点 到了这里才突破 所以你看画面上 这几个月有没有 1 2 3 4 5 6 这半年的格局里面 其实这五个月都在整理 只有最近这半个月 拉起来 懂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买了 最近这五个月 对不起 你也没什么钱赚 听懂意思吗 这个高点 到了这里才突破 这一段 加上前面这一段 就已经五个半月了 所以你前面买这个 是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为什么前面这一段不能买 答案就来了 可以啊 你当然可以买 你套半年 然后再享受这一段 可以啊 你在这边忍受半年 这边股苦无依 这边震荡往下跌 来修正 还要赔钱 最后拉起来平手 你既然要这里到这里 那你这一段 就不要买就好了 你买这五个月要干嘛 不是吗 懂意思吗 那你满意就浪费时间了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两股票 看完之后 你发现这就是股市人生 懂意思吗 很多人在那边盘盘盘盘盘 一起涨就卖掉了 有啦 赚五块 后面这一段 跟他再见 拜拜 那也有人一跌下来 把他停存到低点 明明是一档标股 他把他停存到低点 因为他买错了时间点 每一档股票 都可能这种情形 你买错时间点 进去点位不对 对不起 你没有钱赚的 就算他一档标股 你也赚不到钱了 有啊 你买在这里 赔在这里 那你怎么赚 赔钱啊 懂意思吗 顺利把它化成什么 把它导航加进去 你就看到答案了 为什么这五个月不能买 好不好 我们把导航加上去 等一下来加 会涨的股票都很便宜 会跌的股票都很贵 有人说张老师 我跟你操作不大合 我说为什么不合 他说张老师你都追高 所以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那个一直在破底 一直在破底的 今天买最便宜 明天还要更便宜 后天还要更便宜 他喜欢哪一种 那我也跟他不合 那不合就不要在一起 在一起也很痛苦 懂意思吗 观念错就没有了 观念工具两个做基础 那如果你观念错了 你一直要买那个弱势的 一直要买那破底的 张老师买一下 稍微涨钱的时候追高 那你不要来找我 因为你找我你也不会快乐 懂意思吗 除非到后面赚钱 你才道歉 还回 哎呀张老师不好意思 我以前真的误会你 我操作观念是错误的 要不然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在一起合作 所以你都喜欢买这种跌的 懂意思吗 你要记得 会跌的股票 不管在哪里买都很贵 会涨的股票 今天50 明天60 后天70 下个礼拜90 会涨的股票都很便宜 不是吗 张爱民跟你讲一定是正确的 你不想你把拍照解 慢慢还行 慢慢想 看我没跟你讲错 听懂意思吗 股票是涨没有高低 只有趋势方向 趋势对了 跟着做一定会赚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趋势错 你再低都没有用 还会再破低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爱普 为什么这五个月没有用 看到吗 从这里到这里 1234 这么多卖出讯号 压力这么沉重 压力最后怎么突破 在这个点突破 看到吗 所以压力突破的时候 他才开始往上攻击 三线方向都很漂亮 看懂吗 所以这个点 张爱民有跟你提醒 这一段 我都跟你讲 你这股票你不要买 我也不会买这种股票 为什么 因为这一段不能买 看懂吗 所以你看到画面 六个月半年 其实他五个半年 是不能卖的 听懂吗 就最后这半个月 开始喷出 所以你再回想一下 张爱民在这一天之前 有没有跟你讲说 爱普很好可以买 然后买了让你套 这边跟你说很好可以买 然后买一套 套五个月 没有 绝对没有 不会的 听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了懂之后 你懂了这里切入 后面这一段就是你的 最重要的这一段 看到吗 张爱民 前几天有获利出厂一次 这是第四次的出厂 好不好 爱普有没有 有啊 礼拜四涨停板 上个礼拜 爱普 又涨停板 怎么这么强 有没有 爱普 又涨停板 六号 对不对 很强 张爱民有跟你讲 排面上很强的股票 叫爱普 起涨之后 我就跟你讲 这是一月六号的图 对不对 有 是不是在这里 张爱民有跟你分析 12月28 这个压力一旦突破 他就会开始飙了 准备了 三线架构OK了 只是突破 这个压力还没有 突破完就开始飙了 12月28来 有没有开始飙了 有 怎么这么强 有 有 突破我就跟你讲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一突破就跟你讲 他已经突破压力了 三线翻多了 看到吗 一块大一寸 有没有 到今天 六百八十 太完美了 那你一定会 我说张老师 你有贪到吗 你说一大一 你脚上嘴上都泡沫了 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说要嘴上好 到底有贪到吗 对不对 这一段 当然不能买 我已经提醒过了 这一段 开始可以买 有啊 没错啊 上来了 是不是上来了 是不是上来了 有 没错吧 是不是上来了 你会一块大一寸 有没有 上来了 对不对 今天六百八十 依然三线翻多隔去 张老师 超过几趟了 一二三四五趟了 总共赚 145 34趟 有没有很了不起 很厉害 还好 我觉得说 这个没有很了不起 但是是不是 你应该赚的 是啊 你看得懂 就应该赚得到这种钱 也很合理 赚这个钱 也没什么了不起 应该赚得到 懂意思吗 那你有没有赚到 我不知道 张爱明赚到 而且把它放到口袋里 非常开心 我的客户也非常开心 这就是正确的 懂意思吗 我只担心一件事 担心未来能不能找到 排名上最强的股票 如果找不到 那我就准备要退休了 表示我不行了 被时代淘汰了 那我上次这样讲 很多客户都留言给我 张爱斯 如果你这样讲 那很多人不都要淘汰了 排名上真的能找得到 也没有几格 不是吗 懂意思吗 那如果你找得到 哇 恭喜你 你未来股票上前 是赚不完的 你都可以找到 最强的股票 不是吗 懂意思吗 所以很简单 那目前我应该还找得到 没问题 像爱普就是我们找到了 好 那我们说爱普之外 还有谁 利基啊 今天盘中的工商 有展停板 那你又问说张爱明 利基展停板 跟你有关系吗 12月25 今天是1月21了 好 将近一个月前 张爱明有跟你讲 利基已经翻多了 有 12月25 有没有 有 一定有跟你讲 已经跟你讲 站上大盘线了 有没有 翻多了 利基 将近一个月前讲了 在四天就一个月了 一定有讲了 没错 哇 真正是漂亮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买来 这种股票 你都操作这种股票 你可以找到这种股票 你告诉我 每天股市开门 你都很开心 非常期待 喜悦的心情 等着迎接股市开门 等着股市开盘的到来 哎呀 又有钱赚了 今天不晓得要赚多少 非常的开心 非常愉快 因为你找得到最强的股票 你找得到主流股 是不是 没错啊 张爱明有没有找就告诉你 有啊 这不是快一个月前吗 接21嘛 对不对 1月21 接12月25 再四天就一个月了 张爱明有没有跟你讲 这股票已经翻多了 有吗 那你找得到吗 你找不找得到 我不知道了 我一定找得到了 好 2021年赢家必备差盘技巧 你找到盘面上最强的股票 而且要避开弱势的股票 当你有把这个本事学会 你何丑大业不成 担心老师 我会不会把过去输掉钱赢回来 我一千万剩下剩五百 那你觉得可不可以 答案很明显 好不好 满口基本面的人 永远找不到主流股 主流股不是在基本面里面 你不要满口都主流股 你讲到基本面都没有用 说蓝天点 张爱明上节目二十几年了 蓝天我跟你讲 基本面多好多好 然后股票就会涨 我从来没讲过这种话 不好意思 买什么股票最容易赚大钱 投资朋友 散户就是认为要买那个落后补涨 还没涨呢 所以他们永远手上都是 套老的股票 观念错误 观念工具 两个做基础 观念错误 你就永远买套老的 买套老很简单 永远在套老 跌半年还在跌 涨了吗 没涨 懂吗 有涨吗 大盘创新高还跌三成 对不对 大盘创新高还跌三四% 大盘创新高还跌快四成 有啊 这种股票很多啊 大盘创新高还跌45% 大盘创新高还跌快 快50% 大盘不是创新高吗 你买这种股票有什么用 没有用 这叫落后补涨 还不一定会补涨 反向下跌股 对啊 大盘创新高还下跌 为什么这种股票不能买 一大堆压力啊 一大堆卖出去 看懂吗 有吗 就刚刚这基产股票 你买这种股票早就该跑 你报到现在要干嘛 你不早就该跑了吗 不早就该跑了吗 那买这种股票结果就是赔钱 赔了一屁股 心情很不好 压力很大很痛苦 懂吗 没错嘛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100万 你买了这种股票 买真顶100变75 买力三变69 买四级钢变67 买国光100变61 买广加100变56 买到原钢100变快剩一半了 52了 那反过来如果你买一次 广宇 我五天啊 100变263 你买一次天律100变350 对不对 你最近买到爱普 都怎么样 三级趴了 100变130了 所以你选股就是决定 你的成败决定你的输赢 赢民早就跟你讲了 好不好 今年如果你没有赚到钱 明年2021年你要赚钱 会更困难 我不骗你 好不好 爱普 这是不是你该买到了 是啊 这是不是你该赚到了 是啊 可是你看不懂 你看不懂就没有机会 那你就买这一段 然后低档把它停损掉 后面这一段 你就只能拍手 股价涨上去 帮他拍手 好棒好棒好棒 你就帮他拍手而已 当大拉队 不是嘛 很可惜啦 好不好 好立即 这是不是三线泛多股票 赢民早就告诉你 有嘛 对不对 广宇涨1.6倍了 这不是三线泛多吗 你在怕什么 对不对 投资编 广宇赢民已经赚72% 把他获利出场了 在1月19号出场 1月6号买到19号 不到半个月 72% 两次而已 你觉得这档股票 有没有机会赚一倍 你自己猜 我不讲 你到底觉得 我这档股票 有没有机会赚一倍 两趟而已 72% 我再做一趟 有没有机会赚一倍 好像有 对不对 好不好 天率已经涨3.8倍了 不是三千万多格局吗 投这边 这种股票你不买 你看多可惜 错过了多少机会 对不对 学会之前 大概钱也赔光了 老师这个很困难 很难学 当然难学 所以你才要跟着张爱民的动作 你才能够拥有 怎么样 你希望拥有股神系统 张爱民的股神系统 帮助你 顺便帮你录好五篇教学光碟 让你看 让你不断的复习 张爱是在讲这个 原来这个怎么操作 那你就懂了 懂了你就有机会赚钱 就有机会避开风险 不是每天都有列入出现 一旦出现 希望我能够第一个时间通知你 懂意思吗 过年到了 我们希望每个人 手头都更快一点 今年听说 小朋友最喜欢的过年礼物 就是iPhone12 那我希望每个投资朋友 我的客户都能够买iPhone12 送给自己的家人 送给老婆 他很开心 包个大红包 送给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爸爸妈妈 送给我们的奶奶 阿公 对不对 送给我们的岳父岳母 他们一定很开心 那你要怎么样 你要跟对的人 你要列入出现 张爱民能够第一个通知到你 你现在看电视 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我通知不到你 那就没办法了 好 每个人渴望成功 却不愿付出代价 那最后就是付出更大代价 股市最安全的 原本就是跟赢家同行 懂意思吗 如果你处在黑暗中 需要的不是犹豫 犹豫没有用 是开灯 当灯打开 你会看到股神系统 你会看到张爱民 你可以轻松跟张爱民一样 同步拥有股神系统 详细内容 达到跟福人询问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了 欢迎您回到掌地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到底下一代的股王在哪里 谁是下一档台积电 谁是下一档大力光 张爱民今天就把这个答案告诉你 好 那我们说新的世代会造就新的股王 你想想看 为什么会有股王产生 因为当下最红的产业 懂意思吗 我们回想一下 大概20年前最红的什么PC 每一个电脑都用微软的软体 所以微软总裁 比二概就成了世界的首富 接下来进入什么 手机时代 手机时代 全世界市值最大公司叫苹果 懂意思吗 因为他是执行长制 所以他不是 现在执行长不是拥有股票最多的人 但是他们公司成了世界最大的公司 是市值最高的公司 当然创造无数的股王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那我们进入网络时代会怎么 亚马逊的总裁 贝佐斯就成为世界首富 到了现在 这个特斯拉的总裁 马斯克他已经成为世界首富了 告诉我们什么意义 你要好好想一想 懂意思吗 就新时代来临 将来在电动车的股票里面 产业里面 一样会产生新的股王 懂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说2021年1月7号 就在这个月份 特斯拉的总裁 马斯克财务1850亿美金 成为世界新首富 好 2020年特斯拉大涨7.43倍 743% 非常非常强 等于14年前的苹果 那苹果创造了供应链 创造很多的强势股 甚至产生股王 大力光 未来电动车产的一样会产生股王 懂意思吗 大力光下去了 电动车上来了 新的股王就在电动车的题材里面 非常重要 那我们电动车不是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是电动车的一种而已 好 包含宾士 BMW 保时捷 奥迪都在发展电动车 这他们的电动车 包含 马斯拉迪 对不对 一样发展电动车 包含什么 大陆 大陆顶级电动车可以三门开 往这边开 往这边开 往上开 最顶级的电动车 如雨后春笋的出来 将来最强的产类 获利最大的产类 就在什么 电动车里面 懂意思吗 像这台电动车 它可以 变换式可编程序的头灯 它前面有一个人要过 它停下来等它过 非常有礼貌 它灯照出来 变成一个斑马线 这斑马线是车灯照的 懂吗 叫可编程 这个侧灯 我可以帮你编一个斑马线 让你安全走过去 你看多厉害 这新的科技 未来新的科技都应用在哪里 都在电动车里面 懂意思吗 非常可怕 好 包含华尾把荣耀卖掉 这是它手机平台 为什么 因为它要布局电动车 懂意思吗 将来所有公司 有眼光公司都在搞电动车 将来新的股王 也会在电动车里面产生 下一档台积电 下一档股王在哪里 答案 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有多少档 张艺民股仪系统 产类类股 50一项电动车 有没有看到 电动车相关概念股 特斯拉 Apple Apple Car 相关概念股 这里面就有了 20档 40档 不会很多 这些股票找一找 你就会看到 将来股王就在那里 当然通过股权系统来搜寻 懂意思吗 包含有新的报纸出来 又有什么车的供应链 电动车的供应链 你赶紧把它找一找 好的不好的 你一看就知道 现在强势的股票 广宇 领阳 天狱 通通是电动车提产 懂意思吗 你会说 那个好像不是电动车 将来通通是电动车 你等着看好了 懂意思吗 不用怀疑 好 操作主流股 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股市赢家 懂吗 打开股权系统 你就会看到 所有股王在哪里 最强势股票在哪里 你可以照一名一样 同步拥有股权系统 把电话打算就可以 我们把视频交给主持人 好 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至个别有价 政策无不当 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人 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